馬來西亞出現兩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歡迎大家收看3月17號新聞最正點 我是馬來西亞南台鄭斌彥 馬上為您整理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 截至今天 馬來西亞確診人數增加120人 累計673人死亡病例兩宗 截至早上7點 全球確診人數已經達到了173,344人 死亡人數達到7,019人 國內新聞 第一,行動管制令快問快答 有沒有上課? 沒有上課 所有學校和普及中心暫停上課 餐館可以開嗎? 餐館仍可營業 但只能提供送餐或打包服務 巴薩媽浪可以開嗎? 不可以 可以結婚白酒嗎? 不可以 可以掃墓嗎? 無明文規定 但鼓勵一切從簡 要囤貨嗎? 政府表示資源供應充足不需要囤貨 醫院、藥房、超市、雜貨店、大賣場 在這段期間照常運作 我在新加坡工作、上學 可以來回嗎? 不行 無論是學生或工作人士 可以叫Grab嗎? 可以 Grab在臉書上保證 旗下的所有服務將繼續運行 我可以出門嗎? 可以 只要避免人多的地方 我可以工作嗎? 除了重要部門 一切私人或政府企業都必須關閉 若不清楚可撥打國家行動管理中心 03-8888-2010詢問詳情 第二,全馬各大超市出現搶購熱潮 首相在昨天宣布行動管控指令後 全馬各大超市出現搶購熱潮 第三,TGV、GSE全面修業 TGV和GSE的全馬分行將暫停營業 凡是上網訂票者自動退款 櫃台購票者則需要把票留著 在限制活動後申請退款 第四,雲鼎酒店全面修業 根據酒店發給住客的通告 酒店從今天起不能運作 直到本月31號 第五,違反行動管制令可判監兩年 首相署宣布違反行動管制令被視為刑事罪 可被判監兩年或罰款或兩者監視 根據1988年傳染病預防和控制法令 第十一四條文 違反行動管制令將被視為刑事罪 第六,馬來西亞出現兩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接著我們來關注國際新聞 第一,菲律賓關閉金融市場 菲律賓成為全球首個因新冠肺炎 而關閉金融市場的國家 第二,加拿大鎖國 政府決定關閉邊界 禁止所有非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入境 所有入境加拿大者必須自我隔離14天 第三,美國舊金山封城 除非就醫或採購生活必需品 不然不得出門 直到4月7號 新聞的最後 我們來看看這則影片 澳洲超市裡的老爺爺 因為物資被搶空 所以顯得十分迷茫 我們呼籲大家在行動管制令期間 保持冷靜 不要過分囤破 把物資留給更需要的人 感謝你們收看新聞最正點 我是馬來西亞南台聖兵宴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我們明天見